因为疫情中断两年 花莲圣岸宫的元宵晚会 今年重新登场 宫内有彩绘灯笼和创艺 手作花灯比赛优胜作品展 而在宫外的广场 则是精彩的国乐演奏 歌仔戏表演 还有有趣的猜灯米活动 现场徐政卫 立委副昆琪 接下来邮淑珍 还有多位的米代表 都到场和详情同乐 元宵节晚上 花莲圣岸宫在线人潮 因为大家非常期待 最具指标性的传统猜灯米晚会 在疫情趋缓之后 终于再度登场 我们魁伟两年 今年真的疫情有期凡 所以我们今年扩大办理 我们元宵猜灯米晚会 希望接着这个晚会 能让大家在这里度个小过年 因为元宵节就是我们的小过年 盛安宫准备非常非常丰富的 一些活动 还是还有我们的烟火施放 还有我们的彩卫灯笼 还有苏瓦班 苏瓦班的那个成果长 等等 很有看头 县长徐政卫 立委副昆琪 简安厢长游淑珍 还有多位的县议员 项面代表 村长 还有社团代表 都热烈出席 和乡亲们同乐 我想要谢谢 这个1300多个孩子 还有社会人士 共同将花灯 把它绘制而成 而今年又有传统的我们的这个灯米的拆 这个拆灯米 我想在这个中国的元宵节是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拆灯米是一个乐趣 所以在这里 这位啊 这个先祝福大家 再一次拜晚年 新年快乐 更希望我们大家天天快乐 在元宵佳节的今天 我们 庆元宵 迎新年 千千万万个祝福 千千万万个平安 祈求母娘保佑 新年一年 生意系统 身体健康 万事如已 祝福大家 谢谢 大家看到我们的孩子 不管在手工艺的灯笼 或者是彩卫灯笼 给我们寄住在元宵 浓浓的 年味的感觉 谢谢我们所有的乡亲 也祝福我们的好朋友们 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平安如印 谢谢母娘的慈悲 护佑众生在这里 祝福大家 心想是神 谢谢大家 晚间7点10分 在台上贵宾 共同启动之下 圣安宫的兔年主灯瞬间点亮 花灯烟火绽放 场面非常热闹 今年圣安宫的元宵彩绘灯笼比赛 吸引了1300多位民众送件参加 还有创意首作花灯比赛作品 也相当令人惊艳 所有的创意作品都展示在圣安宫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借吕慧竟然相报道